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随着高校扩招和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 到基层去成为很多大学毕业生的一种选择 国家也是一直在推行大学生村官选聘计划 截至到目前全国在港的大学生村官大约有23万人 那么这些大学生村官们从握笔杆子到拿起锄头 从一届书生到村干部 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魔力 而面临着两年或者是三年期满之后 他们又该怎么选择呢 七月的鄂敦春 两点多天已经放亮 四点整张建龙就爬起来准备早餐 有多少人要吃饭 大概八个人 但是我们都留个考试的 我们就准备五个人六个人 你是专制的厨师吗 不是 我们大伙都会做饭 可能就一个人一天 你以前会做吗 以前会做吗 四点半张建龙的伙伴们开始下田了 其实这只是早餐前的老作 天气好的时候要将塑料大棚一个一个掀开 让阳光暖暖的照进来 这几乎是每天早上首先要做的功课 由于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 猴头姑有些潮湿 很容易长毛没变 翻晒就变得很重要 难愁唱你愁哭 怎么会有这个话题 我也是听老人说的 我刚才唱歌 他们说我又开始唱歌了 后来我就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话 主要是面前失败了 刚失败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提醒 我主要是舍不得起来的 所以我面试特别强的花飞 发挥意义的 是公务员考试吗 对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后 大学生村官们才开始了早餐 包子花卷是外面买的 疙瘩汤是张杰龙最拿手的绝果 他们离了我都活不了 我们强着看 真实话 但是离了他我们都活不了 厄伦春自治旗地处呼伦贝尔市东北部 牧区向邻居的过渡带上 厄伦春为本民族自称 意为住在山岭上的人 2012年4月 大学生村官创业师范园 在齐齐岭村创建 大学生村官们开始向这里集结 他们各自故事不同 但目标基本一致 就是大学生村官这方面呢 国家给的政策比较好 说来到农村 然后呢 踏踏实实地去干 最后呢 在考公务员呢 还是在别的方面 都有一方面的优惠政策 来创业园之前 大学生村官们分散在 厄伦春自治旗的各个村落 出道乡村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遭遇了水土不服 最初的印象感觉 这帮大学生 应该是什么也不懂 张吉隆 2010年毕业于大远海市大学 最初的选择是上远洋渔船 当了一名见习三富 我第一个月的时候 跟家里一点联系都没有 我爸后来联系到我的时候 当时在美国 哎呀 当时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你知道吗 张吉隆在船上干了13个月 虽然去过德国 印度 美国等很多国家 长了不少见识 但那种漂泊生活 让他很不适应 张吉隆决定 洗脚上岸 包括我跑了一年船 我下来以后 我就发现我和别人不会接触 就是聊天没有共同语言 也不知道说什么 再一个就是考虑到我父母 他们也对我特别担心 2012年8月 考上大学生村官的张吉隆 被选拼到厄伦春旗 红旗村任村主任助理 生活就此先开了新的一页 但他却发现 自己其实只是个外人 当时我记得在村里 开一个那个 就是村民代表大会 村里就是研究这个种黄豆 要改种别的 就是那个高 就是经济作物什么的 他们出去考察 种植什么双茂玉米 又加 又那个建什么亮晒厂 又红暖塔 而且像现在整整一个 一场会 从头到尾也没有一个 那个就是结论 我当时在那儿 真的很投手 戴文龙 2011年毕业于内蒙古赤峰学院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本来他想继续读研深造 但因六分之差 名落孙山 同年10月 戴文龙作为大学生村官 到科医合镇 私募科村 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上任不久 他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时候 问我叫那个小同志 说了 你给我这么个城市 我这个小同志 希望你 考虑考虑我们 村那个电的问题 私募科村地处 大兴安岭腹地 由于山高路远 铺设电缆线成本大 所以这里是全其唯一 靠太阳能和柴油机 发电的地方 我开始写了一份 很详细的报道 尤其 针对我们村里 没有电的问题 这位书记看完之后 说咱们的团的一个问题 一直是存在的 也不是说 这些是让人能够解决 咱们这里也一直在跑 棋里面也一直在弄 我的问题是得到肯定的 但是 它就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农村的工作 事无巨细 需要有成熟的阅历 和经验去面对 而大学生村官们 在这方面又是欠缺的 在激情 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 一些大学生村官 开始在留下和离开之间徘徊 其实我感觉村里的人 对大学生村官 他不是说 感觉你不是说用户太大 但是还想用你 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去交流的时候 谁都不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孤独的待下去 所以说最终都透过自己的努力 就考上公务员 或者是自己出去创业了 他们大学生说的话 都是课本上之多 要不然都是一些新词 网络上的语言 农民他听不懂 然后一说土地上的事 他又不懂 所以他俩没法沟通 难以融入 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考虑到 给他们自己弄一块地 让他们自己来耕作 大学生村官手中的这块地 就是厄伦春自治集 2011年5月实施的 一亩试验田工程 由乡镇村梁委 为每位住村大学生村官 协调一亩耕地 示范种植农业科技新品种 一亩试验田 让大学生村官 有了和土地零距离接触的平台 也激起了他们的兴趣 但是这份热情 并没有持续多久 初衷特别好 但是真正到下村的时候 男生有可能说 他能去重用镜 女生可能当时做个样子 我拍张照片就回来了 我的时间前做完了 最困难的是什么 他想跟谁商量 遇到难题的时候 不知道跟谁商量 不知道怎么办 那怎么着 他的技术 他的水平 可能是没有人跟他交流的时候 他一个人有点试探力薄 我们在试探力薄怎么办呢 这个群体的作用 还是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 经过深思熟虑 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笼了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过的 大学生村官创业示范园基地 开始筹建 关盖时间一般是十点钟之前 十点钟以后就不能关盖 因为他的温度太高 他就相当于就跟人是在 假如说正热的时候 你挂一下碗脑 浇一盘凉水 可能他容易感冒 这个作物也是一样的 每过几天就会有土专家实地讲课 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 农业生产有太多的名堂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弄明白的 当地政府聘请了四名土专家 手把手的传授大棚 浆果 食用菌 特色品种等种植技术 咱们有那个远程教育 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远程教育 学习了一些新的技术 反正再加持我们扣大棚 二十来年 自己又积累一些经验 跟大学生在一起交流一下 实际他们嘛 替我们接受的快 因为他们有文化 素人高 宋丽是王震的女朋友 现在读大三 对于王震的大学生村官生活 她一直是很好奇 但过来之后 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简单 要是来这实践 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在这待 但是如果要说工作的话 我还是不会选择做村官 因为太苦了 也不说苦 就是觉得吧 应该在城市里面发展 而且那样机会比较多 七月上旬 创业园里的大学生村官 都去外地考研了 只剩下王震一个人支撑着 宋丽就赶回来帮忙 也许是压力太大了 那天他俩发生了争执 他认为我让他干的东西太多了 也没给我发工资 我还得跟你们一起交饭钱 你这样支持我 就感觉有的时候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淋着大雨 就感觉心里有点不平衡那种 背个包就走了 然后我就追 然后就跑 追过去 然后我就劝他 说你回来吧 然后他说不回去 觉得太累了 不想在这待了 然后说你今天不回去 他回去 然后就把他连背带抱 再给折回来了 宋丽说 虽然自己毕业 不会去选择 做一名大学生村官 但是王震如果选择留下来 自己并不反对 他如果要是一直在这的话 我也许也会过来 对于大学生创业员 和里边的大学生村官们 周围的村民一直是颇感兴趣 在慢慢的接触中 他们不再陌生 你的西瓜 昨天还一块吗 我说哎呀我这西瓜二十块钱一颗呢 三一颗 那西瓜我们去看了 一共能长到这么大 八十多斤呢 创业园由去年的六亩 变成了今年的十二亩 满园的黑土豆 双棒玉米 葡萄 太空西瓜 草莓 花子菇 黑木耳等二十多个新优特品种 驱赶着劳累 一让大学生村官有了沉甸甸的收获 从到村官到现在吧 我不觉得说公务员就是一个唯一的出路 我们不管走到去何方 我们这儿的这块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以后成长的这个路程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到目前为止 我们葡萄贝尔市是在港的大学生村官 现在有493人 其中六人已经当选为嘎叉村的党支部书记 三人现在已经当选为嘎叉村的村委会主任 还有118名大学生村官 已经当选为嘎叉村党支部的副书记和村委会的副主任 更可喜的消息就是我们还有330名大学生村官 已经考录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去工作 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头提到那首打游诗还有下半段 我们来看一下 叫能坚韧也有脆弱 有梦想也有彷徨 我叫大学生村官 我在茁壮的成长 不难看出大学生村官们的确经历着现实的一些困惑 同时也是心怀希望 无论如何大学生们由校门出发 抵达农村 给最基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态带来了一些触动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期待着大学生村官这乡村尝试能够持续有序的进行下去 为今后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到基层去积累更多的宝贵经验 好 稍后来看三更视讯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721特大洪灾一周年 去年7月21号的那场特大暴雨将河北省来源县的很多的基础设施重回 那么其中呢 就包括了很多的蔬菜大棚 那么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来源县的蔬菜生产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我们来看看 眼下正是酷暑 可是河北省来源县南屯村的菜农王建飞 却顾不上天气的炎热 紧张的指挥菜农们收菜 他说去年721暴雨后 他的28个蔬菜大棚全部倒塌 损失达到100多万元 他要把这个损失尽快弥补回来 我去年又重建了50个大棚 一个大棚补了两万 基础建设设施的 又给补了50个 中共给政府给了150个去年 老王说 由于政府补贴及时到位力度大 他很快就开始了重建 而且重建之后的蔬菜大棚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高于受灾之前 效益也是越来越好 去年他们建设大棚的保温设施 比我们原先都强 眼看着大棚菜效益越来越好 老王开始扩大规模 今年又新建了100个温室大棚 看到很多村民受灾之后 面临资金困难 他开始尝试 蔬菜合作社新模式 年近七旬的村民孙根山 去年种的蔬菜也受了灾 看到王建飞的蔬菜合作社 搞得红红火火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在合作社入了股 平时在合作社打工 没想到比自己种菜 收入还高 那么一年风两回红 五亿一回 十亿一回 就是还另外还有这个工资 是一个月就是两千多个钱 通过这个摄氏蔬菜 恢复重建项目 带动咱们这 其他的农户吧 外出些打工的人 也都开始从事 这个摄氏蔬菜产业 现在孩子们正在过暑假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说一说 一个特殊的儿童群体 每年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会从老家农村 前往城市 去父母打工的地方 和父母团聚 那么这些孩子们呢 也因此被称为小候鸟 不久前啊 在四川省南充市 我们的记者呢 就跟随一辆 满载小候鸟的列车 前往广东 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这里是四川南充火车站 一过午夜的后车大厅 很多孩子在等车 凌晨1点08分 从成都开往东广东 T126次列车 开始检票 听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平日这趟车 乘客只有一百多人 但在暑期 每天都要达到两百多人 多数数量 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凌晨1点28分 列车驶离 我们看到 虽然多位小候鸟 都还很兴奋 但在列车员 换过乘车卡后 全部进入夜间休息时间 转眼天就亮了 这趟车 启程四川 终点广东 全程要行驶 30小时27分钟 途经五省 19的停靠点 在车厢内 我们发现 去城市父母身边过暑假 一位家长带多名孩子 或者几个孩子 相伴同行等情况 都不在少数 很多年龄较小的孩子 仅仅停留在吃和玩上 而年纪稍微大一些的 留守儿童 都有自己的一些打算 由于列车途经省份 四川 陕西 湖北 均为劳务输出主要省 因此每年暑假 这趟列车 成为小候鸟聚集的地方 因为从7月1号开始 就是我们铁路的 鼠运的开始了 我们现在是 运作是 定员是1056人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 敲远了53% 光小孩的这个比例 就已经占到了 全国旅客的30%了 列车长还告诉我们 按照规定 未成年孩子上车 应该由家长负责 全权照顾 比如给他们打开水 泡方便面 拿东西等 以免发生意外 那么根据统计呢 目前我们国家 有农村留守儿童是 6102.55万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占到农村儿童总数的 37.7% 而且这个比例 还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同时 在农村留守儿童 这样一个群体当中 又有46.74%的孩子们 父母双方都是外出打工 有32%的 67%的孩子 是与祖父母在一起生活 可以说孩子们 所需要 所渴望的关爱 不言而喻 对此呢 很多地方也是想了 很多的办法 希望能为这些孩子们 做点什么 不久前呢 湖南省湘潭市 就启动了一个 留守儿童的下令营活动 有一百名留守儿童来到了广州 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团聚在一起 留守儿童在湘潭有4.1万人 这些孩子大多有祖辈照顾 或者独自生活 而这次参与夏令营活动的 一百名留守儿童中 最小的还只有4岁 最大的也不过12、3岁 他们有的几个月没有见过父母 有的甚至几年也难得见到父母一次 这一次 每期三天的农情夏日 2013年湘潭市计划生育家庭留守儿童 亲情牵手下令营活动 为他们圆一个梦 在广州三天时间里 一百名留守儿童与父母一起 畅游长龙公园参观科技场馆 享受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 组织方还开展了亲子 游乐 圆梦等一系列活动 希望能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 暑期的团聚也许很短暂 但是孩子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 而父母们也更多的了解了孩子们的想法 其中很多的想法 我想做父母的还真的是不能忽视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可以按照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